这两天网上有一张图片非常的火 一只玩具马身上背了厚厚的钞票 意义着马上有钱 我觉得现在的网友真的是越来越有财了 今天还有一样东西也特别的火 那就是马年赫岁纪念币 今天一大早各大银行的门口都排起了长龙 一元硬币就能兑换到一枚马年纪念币 现在是上午的9点20分 那我现在呢就是在新街口的中国银行交错分行 换纪念币的这个市民呢排起了长龙 但是现在我们从银行内部了解到 仅仅是20分钟过去了 这个银行的纪念币就已经全部兑换完了 下你是本命年吗 我今年不是 我儿子是 然后呢 你还多久啊过来 我啊 我早之前早就来 六年多就过来 不少没有兑换到的市民 又立即赶往附近银行兑换 记者从多家银行了解到 今年央行共发行一亿枚贺岁纪念币 与同面额人民币等值流通 由于每人每次只能兑换两枚 不少热情市民多次排队 今天上午 南京各家银行的纪念币就基本兑换完毕 今天下午 记者从南京朝天宫收藏市场了解到 这枚刚刚发行的纪念币已经翻了15倍 然后今年的马辣因为马头特别大 所以人家就喜欢了 然后所以估计今年这个马辣 这个价格应该在15块钱左右 这一套现在目前在980块钱来 收藏业内人士预计 从投资价值来看 这种带有生效题材的纪念币 金银币几乎不会跌破发行价 因此投资风险不大 由于发行量较大 马年纪念币的升值空间有限 目前网络上最高已经超至29.9元 在此我们提醒市民 马年纪念币的合理价位在10到15元之间 市民千万不要追高购买 江苏城市频道为您报道